名槍 贵宾名槍宣告这场竞赛正式展开 全国各大专院校研发的氢能车依序亮相 听名称就知道 这些车不同于以石油为动能的车辆 而是以氢能源来带动车子前进 氢气反应之后最终产物是水相当环保 因此并不会有污染的问题 我们强迫空气中的氧 跟我们氢冠的氢强迫它还原 原来我们把它电解 所以我们现在强迫还原以后 它就产生电 然后水就被还原出来 我们还搭配两颗小颗圈电池做幅度电力 就是在加速跟爬坡的时候 让车子会更有力 然后我们车壳是采用玻璃纤维的车壳 就是玻璃纤维它的材质比较轻又比较硬一点 打开概念车引擎室仔细检视 这些车没有油箱 让车轮顺利转动 靠的就是这一罐氢能源 最特别的是没有轰隆隆的引擎声 行进间静悄悄的轻能源车 造型更加拉风 有将车子变成布丁造型 还有流线型的潜水艇样式 职业酷炫的造型 也让副市长蔡炳坤下场驾驶体验 从彩油门到速度慢慢加快 那其实蛮顺的 那另外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刹车情况也不错 所以我想在学校里边同学们能够用它的一个手学 能够专业能够来做一个研发 我觉得看起来已经相当的不错 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能够 也许在它的这个整个量产方面 也许它可能还要考虑到就是说 怎么样降低它的这些成本 这恐怕是现在目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天灾不断 民众也开始重视环境保育 市面上吹起环保节能风 就这一场轻能车比赛 各校脑力激荡 希望可以激起新的火花 而只要在克服研发轻能成本太高等问题 加以十日 轻能研究 渴望成为未来潜力十足的替代能源 接着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